府记得去年11月无奇迷途上架 凭借着优异的剧情、人设和帅气的画风 被我誉为最意外的手游之一 那么在过了半年之后 我们再来瞧瞧 这款被我赞誉有加的游戏 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真的有料呢? 在我们讨论游戏的本身前面 先来看个大家最关心的营收吧 营收不代表它好不好玩 但起码告诉你一个游戏走不走得下去 毕竟游戏公司不是慈善机构 即便制作团队有再高大上的理想 股东会才是掌握实权的人 或者是出钱的那个啦 以bilibili有名的国产24元手游流水榜来看 三月份的无期纯看陆幅 还有着约8000万台币的营收 二月甚至有1亿3000万 光看三月已经赢过了幻塔、云图计划等 虽然比不上超一线的崩坏三安、原神、阴阳师这些 也算是相当稳健的 比较奇怪的是 明明无期有台幅和日幅 好像也有国际幅 在影片上却没有对应的资料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了 光以收入来看 至少短期内 你不用太担心无期迷途被死神敲门就是 空棚或是手游中日文常用的Inflake 严格讲起来比较像是个假议题 毕竟我们都知道嘛 抽卡类的手机游戏 要让玩家有动力去抽每一期的新角色或者是限定角 这个动力呢可以是人设、外型、大不大、骚不骚、帅不帅等等 要是有活动还可以配合加成伤害的贝卡概念 亦或是掉落增加 但最直观效果也最好的还是从强度上面去着手 无期迷途现阶段管控的还算可以 以游戏刚上市的NAX 依旧是目前物理系一线强者 兰利、娜恰、伊林娜、哈梅尔继续都在第一线活跃 真要说只有最近一期的期间限定 奈伦稍稍有点破格 算是抢了不少物理输出的位置 但没有也不至于玩不下去 而且啊 看在他是新年间第一个期间限定角色 就给他个福利吧 实际上游戏中许多A或B的竞技者技能给得很大方 像是一时爆合一时爽、一时爆合一时爽 有爆到就能无限刷新的女服 白艺集团蓝鬼二号 大范围爆两盒的飞幅手册 甚至能靠关卡机制单刷高男的开耳闻等等 熟悉关卡配置呢 比起一位的硬A过去还是更重要的 自上次的影片后 到现在主线总共更新了 两张 好哦 虽然有句话叫做慢弓出戏火 你也太慢弓了吧 我是理解他的主线真的很棒啦 特别是最新的第九章第十章 还写了满满的人民和政府对立的概念 强行都更的剧情 甚至藏卧底分裂民众 就觉得这个在对面 哇靠 你们有够感谢 赞 小可惜受到疫情的影响 第十章的配音没有一开始就时装 希望之后不会有这种问题 另外一个主线很大的问题就是 难度太高了 严格说起来现在繁中或国际版玩到的已经是降过难度 却还是把玩家打得叽叽歪歪不要不要 特别是十章最后那个boss 一堆的急死技绑人 外加最后七盒连爆 再加上更靠腰的就是 无奇迷途的操作真的很微妙 属于雷塔防 却不是正上方的视角 导致你要放技能或是移动人的时候 常常操作错误 已经打不好再加上按错 我真的是气到咪咪冒冒 真场充满了 我闪了我真的闪了 我按了我点了我动了 那这种惨叫声 幸好官方也发现这点 就补上了专看剧情的模式 减少玩家压力 毕竟你想嘛 一个靠剧情为卖点的游戏 却用这个难度挡住了玩家看剧情 是不是本末导致啊 如果无奇迷途靠着主线的感动 凌落进门 各个活动的精致与用心 更加让我爱上了这款游戏 怒海狂杀呢 作为第一个活动中规中矩 没有太复杂的机制 铺成了关心者与杀海的背景设定 让玩家更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 随后就一路朝上狂飙了 妙梦泡影用那恰的嘴 讽刺了在迪斯城 没人敢不快乐的大臣统治里面 再加上三段不同的梦 来铺陈出现实与虚幻的抉择 皈依奇妙夜则是加入了地图移动的要素 豪迈的将剧情拆成了三组人马 虽然你只要玩一组就可以通关结局 但是想看到不同队伍之间的互动 就得玩上三轮 特别是海拉和EMP的 简直是文明心底下最佳组合 最新同时也是陆服新年活动的飞越迪斯卡 更是我自己觉得 这几年玩过的手游活动的顶点没有之一 即感动、搞笑、泪水、奋斗于一生 作者用小女孩凹屋的纯真 对比了迪斯人对于娱乐病态般的追求 即便知道了自己能回去的故乡不在 依然为了坚持梦想到最后的一刻 并获得了救赎与她的回归之处 一个新的家乡 飞越迪斯卡最让我佩服的 不只是感人的文本 还有游戏的细节 由于整个故事的背景与拍摄电影挂钩 可以看到关卡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分镜岛 来描述她的剧情 甚至还有原创主题搭配一部部电影 简直就让我们与拍摄剧组 一同走过了这场盛宴 而我不废话 这边就给你们看一下 飞越迪斯卡结束后的动画N-Raw 你就知道有多么用心了 台湾目前是没看到 有什么官方的活动 但前阵子上海曼博CP29 就有他们独立的摊位 看起来超级无敌站 那个场景 那个coser 他还请到了最有男友感 来自乌克兰的卡琳娜扮演卓亚大哥 那个气势 那个风反 整个会场都为之沸腾 真要讲大概就除了肌肉量以外 毫无缺点吧 看到这种人潮 再次回正 我想这个游戏 这几年绝对不是什么问题 拜托台湾官方 你们也赶快办一下线下活动 我好期待啊 可是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 无奇在台湾真的感觉热不太起来 即便之前那支影片 大家是各种好评 官方也有一些宣传活动 那多数YouTube上看到的 也都是优点居多 普遍的讨论群或是话题啦 还是局限在铺浪上面 我自己觉得比较大的问题 大概就是 无奇虽然女角居多 布料少的衣服也有 营造的却不是小鸟依人的猛感 而是老娘自己carry的气势 一个比一个还闷 前有大哥后有导演 即便柔弱点的纳夏 或者是N-Fair 他们也像个艺术家一样 坚持自己的理念 跟自己的事业 就算是弱小的熬物 也用武师证明了他的价值 你说EMP跟海拉哦 呃 呃 那两支就 呃 就小屁孩啊 就是奇异鸟吧 好哦 结论来讲 半年后的无奇迷途 完全没有让我失望 甚至可以说是更爱他了 啊当然啦 没有活动主线的时候 真心闲到不行 让你去好好玩别的游戏 每天上线扫荡十分钟 全搞定 超级舒适 如果之前还没入坑的话 建议 可以试试看 信我一次 不吃亏 我是D.A. 感谢你们收看 大家对无奇迷途 有什么新的想法啦 之类的都欢迎留言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我是不是也该 面对第十章 主线的关卡了 哦 no